經濟午餐主持 黎家良 何文傑 Hello 黎家良 我們星期五中午 今天是端午節 端午節快樂 我們邀請了重量級的嘉賓 黃錦康沒有帶種子上來的 我沒有 我帶了一些最重要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我帶了你上來 你知不知道 端午節中英文名叫什麼 Jerganbow Festival 你是龍 我整個都送了出來 請大家觀眾接收這個龍龍小知學 今天是禮物 公眾假期 我知道極默安傑的名語顧問 黃錦康就贊助了很多 剛剛鄧雲東哥 叫做榮譽主席 榮譽主席 厲害厲害 贊助了很多電視台播放龍 珠狼紀公園 所以我們今天在新城電台 Facebook和心機 我們也有一個遊戲 黃錦康先生贊助的 那是極馬安傑專家贊助的 極馬安傑專家贊助的 大家可以寫下電話號碼 1834997 聽我們997的朋友資料 1834997 可以打電話來 打電話來先要答一個問題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極馬安傑專家贊助電視台 播出這個 主羅紀公園連續播三個星期三 播三集 是為了慶祝什麼重要的日子呢 那一會兒 可以打1834997來答這個問題 答到極馬安傑就包了三場 在尖沙咀I Square戲院 還有野食送的 有炮谷的 看主羅紀公園的最新一集 統治霸權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打電話來 講對答案 留下電話 就可以免費送出兩張 豪華偉的戲片 1834997 聽著黃先生講解答案 現在可以打來的 我解釋一下 詳細一點點 讓大家 不會那麼容易答錯 只要留心聽聽 我未來大約是10分鐘 是 是 剛才 薇文 學文貴先生 說到 有三場 那三場 我要先謝謝TVB 因為明珠台 每個星期日 未來這三個星期日 第一 第二 第三個星期日 每晚的九點半 就會翻播 有些人會覺得翻播 就是 最經典的三套 珠羅紀公園 這個大家不用錢 你有電視機就可以看 930 930 有商語廣播 應該一家大小都適合看 這個就 多謝TVB和我們合作 第四套 即是現在你們在電影院看的那一套 就是叫做Dominion 即是 現在經常看電影 看到最新那一套 這套就是 我們所謂叫做2022年版 1993年就是Part 1 到現在應該已經超過25年了 所以變成 連續 連續 其實一棟 珠羅紀這個系列 有六套 我只能夠 跟TVB領導三套回來 剛剛四個星期 為了要賀回歸25周年 7月1日之前 當然是我們極馬 當然要做一點點事 普天同慶 變成到第四個星期 我們包了最後五六日 即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三個VIP屋 請大家真的看這一套 錢少許而已 應該是電視台比較貴 但起碼也試試VIP VIP的感覺 飛機椅子 這套戲多長 兩個多小時 但我昨天才第一時間 摸進去看了 正 整場的小孩子呱呱叫 是開心的 昨天才上畫 是啊 四點多馬上摸進去 大佬VIP房 我們聽眾之後答案 記得快點打來 1834997 至於為什麼我們極馬 要賀回歸要看珠羅紀 我們為了提醒大家 除了今天開始開咪講 其實連續三個星期 我都會在免費報紙 我都會在免費報紙 你們是免費的 我需要錢的 大佬 免費報紙 就有兩份免費報紙 大家知道有兩份 會連續三個星期 總共有六個全面 提醒大家 看這個電影 以及看這個電視的電影 大家提醒 至於下個星期三 就有一個專訪 下個星期三有一個專訪 就是AM730 AM730大家記得 輪報紙拿來看 因為這個專訪 記者昨天前兩天 就來訪問了我 這個記者是高手 為什麼是高手呢 我對著他講 我三個多小時 他居然一隻字 都不給我倒下 好東西 真的 錄音去找人 錄音去不去看 我跟他問他 我問他一條問題 我問完之後 為什麼你可以 不用拿筆來訪問我呢 為什麼要拿筆 我記得的 厲害了 我馬上說 你有前途 為什麼呢 因為八幾年的時候 我就是用這個 不用用筆 當然有一個錄音機 以防不測 怕人們不認數 怕人們說完了 不是怕我忘記 是怕那些面對話 說完了 不認數 我怎麼會忘記 三個小時 怎麼會忘記 很濕碎 我們經常訪問 尤德 死了那個 難道拿筆出來 拿筆來 就是要聽著 我們訪問 老平 難道你拿筆出來 沒有禮貌 拿筆出來 我就說 你真厲害 當年我都不用拿筆出來 所以我變成了萬元 老總看電影 對呀 我習慣了 厲害 所以我就說 名字我先不要說 大名字 因為到時候可能有筆 大家看看他姓什麼 想不到江山代代有人出 哈哈哈哈 不僅是何止 原來還有一個厲害的記者 戰服在AM730那裡 下個星期三 我就會跟他更加詳細 其實我已經跟他說了 到時候他更加詳細 可以報導到 就看一個資訊 極惑暗截轉嫁 搞作慶回歸有什麼原因 原因就是 我跟他說了 今次再簡單說 因為時間已經剩下五分鐘 被何止趕走 因為我今天是 插什麼運科 插科打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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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插進來 是不是 何止想趕走很久 幸好有個新同事在旁邊 撐住了 大直一點 大家看著 如果在Facebook看著 我特意拿了這個 一隻食肉恐龍 不是食肉恐龍 在我身上 是素食 是素食恐龍 長頸恐龍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知道 雷龍 其實我是為了這個25周年 已經不單止做了一個月 我已經最保守 今年二月已經開始做 今年二月 我們也很可愛 雖然是按揭代理 雖然我是按揭代理而知乎 但我是為香港做事 大家都知道 遲一點 7月1日 何文傑跟我答應了 做一個特別版 就是什麼呢 之前 成仙啟后 之前我們就做過 黃河大合奏的龍精虎馬 7月1日就是一集 黃河大合奏之 慶回歸25仔 好嗎 好 請你再回來 我再回來 那一刻不會給你趕禮 一個小時 一起走 一起來 我們一起聊天 這個就是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一路之前 當然接下來還會有續集 第三 就是黃河大合奏 那個更加可以說得清楚 7月1日大家 色目以待 就總之四個星期 之後的星期五 是不是 很清晰 那就不用工作了 這個工作就沒有記性了 最怕大家聽聽 這個是關香港人的事 為什麼關香港人的事 到時候就知道 是不是 肯定大家開心 是不是 車學記者來聽 今天只不過獻這個 獻這個河子出來 這個龍仔出來 到時候就獻更加厲害的東西 大電禮 今天小小 送幾套電影給大家看看 其實就不單止四套 今年2月和4月 我們極馬已經贊助了另外兩套 第一套 如果大家記得 就是時光倒流70年 大家記得一下 就是珍西摩爾 聽我們的節目就知道 沒錯 到4月的時候 我們贊助了這套更加厲害 Titanic 是不是 很經典 為什麼會經典呢 我們三個在座的 其實就代表了 過去25年 在香港的什麼人 中流底柱 我們中年了 是不是這樣說 說真的 有多少辛酸 25年 是不是這樣說 你回頭一看 忘記了 哈哈哈哈 大部份 所以我要 利用幾套戲出來 幫大家溫固之身 翻翻你自己的記憶 打醒精神 對了 還有一件要記得 第一套 第一套 就是什麼 第一套 就是這個 剛剛我說的兩套 再加上這次是三套 都是同一套 下次再請王駕方上來慢慢再解釋 聽眾快點打1834997 打電話1834997 換兩張 朱羅紀公園 就是孔子霸權的VIP I Square的 戲票兩張 記得看730 回饋 就是極幻幻幻幻 贊助這一系列的 朱羅紀電影 背後是想慶祝什麼的大日子 大家快點打來 看看730 好